大家好,我是Wesley 今天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台 我们的全新的商用全自动咖啡机 我们这台机器跟同等配置的竞品相对比 我们的进口刀盘是我们的优势 并且在同等配置的条件下 我们会优惠30%左右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推荐这款机器的原因 首先我们看到我们这台机器 它是一个全塑料的机身 前面这一块是一个大屏幕 用来操作机身的各种状态 我们这台机器的一个操作系统 是基于安卓系统的一个操作系统去设计的 我们首先可以看到我们机器上方 这是一个巨大的1200克的一个斗舱 这个斗舱可以满足很大的使用量 在机器的侧部 这里是一个水箱 这是机器自带的内置水箱 这个水箱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设计点 这里有一个观察窗可以很直观的看到水位 它的最大容量是两升 这个水箱很好 非常方便提取和安装 放进去盖子一盖就OK 好除了内置水箱以外 我们这台机器还提供另外两种供水方式 一种是桶装水 另外一种是外接自来水 这两种方式都需要连接我们机器尾部的这样一个接水口来实施 在这个尾部的接水口我们可以看到有左边跟右边两种模式 当我们选择对应的不同的接水方式的时候 就只需要把这个旋钮拧到相对应的档位 可以在前面抽取出来 但是我们在打开它之前 我们要把这个冲泡头先提上去 这个冲泡头呢 是一个可以上下活动的这样一个设计 当我们如果有一些高杯的杯子需要来直接接的时候 我们直接可以把这个冲泡头拉到最高 就可以满足一个高杯 易式咖啡如果我们那种小瓷杯的话放在下面 直接就拉到最下面 这样就会防止咖啡液外溅 好我们现在把这个冲泡头收起来 把扎盒打开 注意我们这个扎盒没有其他的任何开关 直接就把它抽出来 这一个废扎盒它是一个一体化设计 但是一体化设计的基础上它又是分几个模块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很简单的把它分离几个模块 这一个模块是用来装扎盒的 第二个这是一个挡板 第三个这是一个格栅 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个是一个接水盘 这个位置有一个沸水的这样一个接口 可以用来直接连接排水管 直接外排 组装也很容易 OK 刚才讲到我们这是一台商用的全自动咖啡机 所以我们的这个 肺扎盒系统都是容量比较大 我们这个接水盘是一升的容量 这一个肺扎盒 单次可以接40块粉饼 说到这台机器的磨斗系统 我们这台机器的磨斗机 是一个标准的64频道的一个商用磨斗机刀组 我们这台磨斗机呢 是采用的进口的刀盘 进口的刀盘有什么好处 相对国产刀盘来讲 我们这台机器的刀盘最大使用寿命可以达到5万杯以上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数据 而且我们这个刀盘可以做到9档粗细可调 下一步我们来看一看它的冲泡组件 好下一步我们来到机器内部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我们的一个冲泡头 这个冲泡头现在在的这个位置 是直接接到我们这个磨斗机平刀磨下来的一个落粉的位置 磨下来的粉直接落到这个冲泡头里面 下一步冲泡头转移到另外一边进入到这个冲泡组件 下一步就会进入一个预浸泡 预浸泡之后就会进入萃取程序 OK下一步我们把机器组装好 然后我们开机尝试做一杯咖啡 现在我们开机 我们可以看到开机画面是一个安卓的操作系统 好开机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显示屏幕 现在是进入到一个菜单状态 在左下角这里有一个语言选择 我们可以看到有多种语言可以选择 包括但不屑于英文中文很多种选择 继续回到这个主菜单 主菜单的页面非常的简洁明了 主要呢主菜单有14种饮品可以选择 这边是单杯 然后这边是双杯 单杯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可以做意试啊美试啊 另外这边是奶咖 奶咖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机器 奶咖的话其实是需要另外连接一根抽奶管的 但是因为我们这边没有放这台机器 所以我们暂时没有展示 刚刚讲到我们这一个冲炮头是可以调节上下的 然后我们现在先给大家演示一杯 做一杯意试 如果我们这台机器刚刚开机的时候没有放豆子的情况下 豆舱缺豆的情况下会在屏幕显示豆舱缺豆 如果水不够的情况下也会显示水位不够 所以这台机器是非常的方便 并且我们现在先做一杯意试浓缩试一下 直接点击 这里呢有一个程度的一个微调 我们就按这个默认设置就OK了 好的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 油脂表现非常不错 这台机器呢是程序自带一个自动清洗功能 每天最少会清洗一次 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功能 就是它有一个一键自动清洗功能 下面我们来演示一下 在这个位置按机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马上进入的自动清洗程序 我们可以看到马上进入 这台机器的声音 我们可以看到马上进入 我们在这个位置的设计 刚才我们展示的清洗 是清洗这个机器的自动冲泡头 我们刚刚讲到我们这是一台奶咖机 现在在这一个清洗冲泡头按钮的侧面 这个图标就是用来清洗奶露管线的这样一个图标 我们来展示一下 我们用水来连接这个奶露管线 现在机器抽取干净的水用来清洗奶露 那就好了 Parte 这边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的 现在显示奶露清洗已经完成 好 现在我们来展示一下奶泡功能 不用吐 我们现在是单独展示的奶泡 其实我们这台机器是可以同时做咖啡和同时打奶泡的 因为我们这台机器是内部的配置是双加热模块 所以两个功能可以同时进行 我们可以看到很绵密的奶沫 好的 那么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我的这一些讲解能够缩短大家做决策的时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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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